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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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TOYSTV玩具堂 深水平周跟大家講另一套 1比18Joy Toy的德軍系列 因為法國講講講講 第一次講比較多資料 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比較長一點 這集相信會在10分鐘內搞定 因為原來我發現 不可以一次講完整台 十幾個產品 這個就講 秋天 就是這次WWII側軍的 秋天迷彩 國防軍 我都在想是迷的 因為這些一來是SS迷彩 二來 Anyway 我不深究這件事 因為有些事情都不太記得 這次又是三年裝 跟上次一樣 有一個軍官 是帶Officer Cap的 另外 有兩個普通的士兵 我叫普通士兵 這個盒裝 其實都真的不錯 好 先調一下位置 背部 我們先不要看這盒 這盒是別人的硬貼 這盒後面有足夠的 Slapper Gun MP-40 一盒 一盒帽 一盒帽 和士啤手 那些Hand Pack NP-44 這盒 竟然還有一支Bazooka 這支帥哥 這支帥哥 待會跟大家靜一下 分享一下 好 再開1-18 價錢方面 也是 百多元 平均 先看看 這支帥哥 這支帥哥 是剛好組裝的 就是一支Bazooka 做了一些火洩的燒焦 有迷彩的 無論是PASS 3是迷彩 我認為不會做高光陰影 但武器做了全是舊化和迷彩 有些戰損 有些武器 有些武器 這支是秋天迷彩 跟上次的春天迷彩 有些分別 說過這把刀是拔出來的 這裏不拔 每件配片的基本 唯一有少少少投訴的 就是這支MP-40 他給了MP-44 和MP-40 兩個都有給的 但是 他所有包裝 就看不到 就像MP-44 多於MP-40 無論如何 大小駕駛不太遠 所以這裏不吵 他 但基本上 秋天迷彩 做到出來 如何是否是秋天呢 你把春天迷彩 看你就知道 真的做到一個分別 在這裏 上次說過的關節 如果要留意關節 用料 開模 分音 有些什麼評論 可以看上一集 麻煩你 等你再看一集 不要再說相同的資料 頭盔那裏 依然是那種邪惡的誘人 都跟頭盔做出來 這支MP-40 比例我覺得沒問題 以及已經帶著很開心 一比樂要組成這樣的情景 真的大陣仗 哇 Dot pattern 去到這裏 即是衣和褲都是 關節說過 相關節來的 所有細節都沒有留 這些Gator 這些比較便宜的 當時的Gator 配Gator 有在這裏 這是其中一款 好 另外 這支Panzer First 就不是這套有的 先說明 不要誤會 春天迷左套 就這套 但先拿著 不要誤解了 誤解了 誤解了就麻煩了 這個呢 有K98的Pouch 這裏 事實上 它都有給K98的槍 我們 那支Snapper 我再看一次 這支 沒有看錯的 K98 它又配了一支Snapper 的Scope 所以它配一支 AMP K98的Poucher 是很合理的 看起來就不像M43的 那支Snapper Gun 好了 你知道那個年代 所謂Snapper Gun 只有一些高效率 準繩一點 好一點的槍械 的Riffle 然後就加一個Scope 就是Snapper Gun 就不一樣 現在的Snapper Gun 很專門 不過很多時候 都是在普通的Riffle 再加一些器材 令它更加準繩 這支Snapper Gun 這支Snapper Gun 就是穿普通的德軍褲 顏色 後期很多時候的德軍狀態 都是沒有長撲穿的 一來可能方便一點 二來就是 使用性高一點 以及損壞 換更新的時候 都容易一點 分開兩部份 當然後面皮的供應 也是少了 好了 看看它們的軍官 這支NPS44 是不適合的 通常是不適合的 有時拿起都會的 但身上沒有拋出 開完浸就沒有了 軍官 可以脫掉 各個頭部都不同 原來這個頭部有打垃圾 不是玩具問題 是模仿一個面有傷痕 這邊是沒有的 連NicolorTap的細節都會上色 其實上到很細緻的上色方面 紐尾全部上色 皮帶扣 全部組織 軍官褲 CNPS44 可以的 三個頭部都不同 我告訴你 都是不同的 因為我記得某款的軍官 經常黏膠布 這個比較年輕 嘩 我真的覺得不錯 好 最後 再看看這裏 由於有一個單裝的軍官賣 黑色的衣服 就是這個 這裏 這裏 就是這裏 就連同其他三連鎖 一起賣 不要緊 可能會多些人賣 因為這裏 我猜想 初初玩買一個先 因為一個二起碑 一百多元 你會先買 這裏 可能會連同一起賣 這裏是JAMNSS Office 所以這裏 我覺得 災胎有點亂了 但是 論可換性來說 完全沒有問題 就是這個 這裏 這裏 脫帽 脫帽 咦 不是兩兄弟 是不同的 他真的個個都不同 在表情之下 這個嘴 這裏 是用力的 這裏 就自然一點 還有可以 你說這裏 SS 可以嗎 因為它的PVC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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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明顯 看 DECO 就像是 SS 德國軍官 沒有 所以我覺得 這個有些比較混亂 攝影機 做得不太好 但是不要緊 你玩一會兒 你自己的換して 你都也可以 除可 黑色當然不能把他 這些的斜址 沒有出界 這支槍 最後 整個胆收紙可以拆開 很精細 這支槍 這個就是這麽多 形仔的軍官方便你們 去試試玩,感受一下那些關節 之前的關節有人說是比較鬆 但這次玩是緊的 其實我動的時候你就知道 我不是快鏡,我是正常鏡 這關節是有力的 我想最主要是調節得好 還有可能裡面的關節換了 應該是ABS來的,沒有記錯 因為PVC撞PVC永遠都是壞 不能在關節上用 因為PVC有多硬 它隨著溫度或時間 可能會變成 關節就不耐用 ABS會比較好 這個接著我看到有少許鬆 那為什麼呢? 可能這裡做得不好 不夠準 就是這個波階 這個波階跟1-6很相似 好,但站在這裡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對嗎? 好,這集到這裡 一次我介紹了四隻 在後面拍一拍這盒 就是秋天迷彩 1-18的德軍 她說是秋天迷彩 有什麼分別呢? 除了顏色之外 它包含的配件 是有一堆武器 軍官武器 士啤手 兩支MP40 一支K98 Slapper Gun 一支Bazooka 下面沒有東西 不過我講了一個 就是這支 這是什麼呢? 又有些奇怪 這支就是Bazooka 那支 三支Slapper 的炮彈 我相信都拿得出 對 猜到它 即是不爭在 你貼起來 是容易做一些想識 什麼樣的問題 分開做 別人玩家開心 這三支可以拆掉 又還有這個 好,最後最後登場 就是這個德軍的軍官 這次是SS officer 我已經裝過了 這支帽子好像真的像國防軍的帽子 這支帽子沒有什麼配件 單裝 OK 好,今集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系列 我自己就覺得不錯 拜拜